117 太陽報 營火蟲放飛變絕路 2015年7月18日兩岸A27河南三門峽有景區週四晚舉辦營火蟲音樂節 大會放飛數萬隻人公自養的營火蟲 吸引如簽名樂迷遊客一邊陶醉在音樂中 一邊欣賞營火蟲在夜空下閃閃飛舞 不過,不少有備而來的缺德遊客 既高居暴蟲網活足,網民形容當晚活動 簡直是營火蟲的墳墓 當晚遊客逼爆三門峽與西大峽谷現場 部分人有備而來 大了五眼綠色的暴蟲網 時機將放飛的營火蟲捉走 直至深夜,大街迎一片沸騰地為記HAPPA 高居暴蟲網繼續左撲右撲活足營火蟲 狗狗不肯離去 環保人士反見營火蟲公園網民批評景區放生便殺生 亦有人對於遊客的缺德行為意見間不怪 早前,河南某公園同樣構思舉辦一個以營火蟲為主題的公園 隨即被環保人士大力反對 沒想到,能冒著嗎? 不好意思,我們要稍微提供